第982集 这里就能重新凝聚更多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这个万载悬冰窟 应该是随着地壳变化而来到这里的 本身并不是在这里形成 就算我们不拿走万载悬冰水 它也会随着外界温度的变化而逐渐消失 现在没有了万载悬冰水和冰级神经 用不了多久 这里就会彻底的消失了 霍玉浩点了点头 这都是造物主创造的奇迹啊 我已经很满足了 雪地劈了他一眼 离开这里吧 你最近这段时间 要将更多的精力 放在体会极致之兵的奥秘上 去感悟兵的本质 嗯 雪地郊区谈起 朝着霍玉浩飞来 以前霍玉浩还没什么感觉 毕竟那时候的雪女还只是一个小孩子 可是此时的雪地已经恢复了本来模样 她本就角色 更有着出城的气息 飞行中宛如仙子一般 哪怕是心智坚毅的霍玉浩 也不禁微微一愣 雪女大秀一挥 遮住了她的视线 下一刻已经化为一缕流光 融入到她的身体中 消失不见了 霍玉浩也不再久留 钻出冰泉 迅速游了出去 外面的冰泉依旧寒冷 但和来的时候 已经有些不一样了 一些本质上的缺少 令她对霍玉浩再也够不成威胁 外面的南水水和南秋秋母女 早就等急了 南水水甚至尝试过一次潜入 只是这水中的温度太低 后来不得不放弃 只能在外面等候 霍玉浩这一出来 顿时被南秋秋怨奋了一番 她也只能是笑颜相对 我还要去个地方 帮大师兄找点东西 同时也去看看大毛和二毛 我也要去 南秋秋立刻说道 秋秋 你就别去了 阿姨要将地龙门这边 最后的东西都搬过去 你帮忙阿姨 我去去就会 用不了多长时间 那个地方现在 已经是日月帝国占领的区域 或许会有危险 我才不怕危险呢 南秋秋立刻说道 你不怕 我怕 要是你受到了伤害 让我如何向阿姨交代啊 南秋秋哼了一声 哼 少来吧 你就是想要把我甩开 别以为我不知道 不行 我就要去 霍玉浩有些无奈道 秋秋 南秋秋别过头去 不理会她 南水水站在一旁 笑颜颜地看着 也不吭声 作为一个长辈 她才不会参与到 年轻人之间的事情 而且 她虽然 有推不住蓝的意思 但她也看得出 霍玉浩和自己的女儿 恐怕是真的不可能 忙不得在旁边穿短 很可能会去到反作用 而只是求求自己去说 反而没什么 霍玉浩道 那好吧 那就一起去 但你路上要听我的 进入日月帝国占领区 不必先前 一旦遭遇敌人 不可冲动 都听你的就是了 南秋秋顿时转怒为喜 雀跃着说道 霍玉浩道 那今天先休息一晚 明天一早 咱们就出发吧 嗯呐 南秋秋痛快地答应一声 悄悄离开地龙门原址 三人重新回到了布殿 布殿后院 面积虽然不算太大 但给霍玉浩腾出一个房间来 还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南秋秋 则是和母亲住在了一起 安排好房间 霍玉浩立刻就走了进去 并且告诉南秋秋 不要打扰自己 晚饭就不吃了 要闭关到明天早上 刚刚吸收了万载玄冰髓精华 越早吸收 朽微提升的就越快 他当然不会放弃 这样的好机会了 盘西在床上坐好 霍玉浩闭上双目 体内魂力流转 开始修炼 离开了万载玄冰窟 他这一修炼 立刻发现了自己目前的问题 因为体内魂力 融入了大量的万载玄冰髓精华 这些精华又凝结成了 如同冰渣一般的存在 在他的运转下 魂力行动就迟缓了许多 虽然不影响战斗 但这样的运行速度 想要将所有万载玄冰髓精华 吸收干净 不知道要多长时间 霍玉浩也不敢盲目地加速 因为他也怕那些兵渣 会伤害到自己的身体 只能慢慢来了 一边想着 他一边催动魂力运转 一边分神 将精神集中在自己 命运之眼内的混合处 混合内 他所空间中充满了庞大的精神力 在霍玉浩的刻意调动下 大量精神力奔涌而出 融入体内精卖 与极致之兵魂力 渐渐融合在一起 这就是精神力强大的好处 哪怕是不运转灵某五魂 单纯的精神力 霍玉浩也依旧有着 封好斗罗级别的层次 这些精神力 融入极致之兵魂力中后 它并没有推动着魂力加速 而是凭借着自己强大的精神力 将魂力之中的那些兵渣 聚集起来 渐渐地改变着自己体内魂力的形态 如果这些万载玄冰水精华 是分散在它体内魂力中的话 那么 盲目交速运转魂力 很可能会伤害到经脉 但是 如果这些精华 组合成宛如细线一般的存在 被精神力串联在一起 外面在包袱上液态的极致之兵魂力呢 问题迎刃而解 当霍雨昊尝试着进行了这样的组合后 在它精神之海中的雪地 都不禁赞叹了一声 这绝不是正常机魂魂师 能够完成的控制 就算是一般的封号斗罗 恐怕都做不到 但霍雨昊就是凭借着魂和的强大支持力 用强盛的精神力硬是做到了这一点 它用了整整两个时辰的时间 才完成了体内魂力的重新排列组合 并且沟通了循环 只要有足够的精神力控制 就不怕自身魂力出现变化 保持这样的形态 无论是修炼 还是直接使用魂力进行战斗 都不会受到什么影响 魂力重新催动起来 按照玄天宫路线进行运转 在精神力的融合与保护下 霍雨昊的魂力运转速度 一下就提升了起来 很快他就体会到了兵地 为什么对万载玄冰碎 那么的痴迷与赞叹了 只是一个大周天的循环 霍雨昊就能感觉到 自己的魂力提升了一节 至少相当于平时 数天修炼的成果 更强悍的是 这一个周天运转下来 他明显感觉到 自己的极致之兵更强了一分 也就是说极致之兵魂力的温度 后霍雨昊就觉得自己的魂力 至少也提升到了75级之后 而眼前这样的吸收下去 恐怕用不了多久 就会持续升级了 这次南水水带给他的机缘 实在是轻载难逢 一个又一个的大周天运转着 霍雨昊已经完全忘却了外界的时间 体内魂力不断地过滤 提纯 而且伴随着他的修炼 吸收万载玄冰碎精华的 不只是他的魂力 他的身体 骨骼 经络 内脏 也同样的吸收着 这最顶级的天才力宝 六根万载玄冰碎精华的能量 逐渐被他的身体吸收着 他的实力 也在潜移默化中 持续增强 一直到霍雨昊 感觉到自己体内魂力 已经极为充盈 需要时间来适应一些时 他才从修炼状态中清醒了过来 睁开双眸 霍雨昊长出口气 一股白气从他口中喷涂而出 顿时整个房间内都蒙上了一层冰霜 这种感觉真的是太美妙了 霍雨昊心中大为赞叹 体内魂力运行如泵 柔和 浓醇 但却运转自如 举手投足之间 澎湃的魂力都会瞬间而至 更令他惊喜的是 他自身的魂力 与空气中的天地原力 更多了几分联系的感觉 也就是说 在这样的状态下 他在战斗中 不但可以调动自己魂力 同时也能更好地引动 空气中的天地原力 为自己所用 飘升而起 霍雨昊卡利盐外面 外面的天色是亮着的 但他却苦笑地发现 自己已经不知道 修炼多长时间了 想来应该不会是 第二天早上吧 推门而出 霍雨昊一眼就看到了 守在自己门外 正在打瞌睡的南秋秋 心中顿时一股暖流涌起 毫无疑问 南秋秋 这是在为他护法呀 秋秋 霍雨昊在南秋秋身边 蹲下身来 轻声呼唤着 嗯 哼 南秋秋轻哼一声 立刻惊醒 扭头看到 在自己身边的是霍雨昊时 这才松了口气 惊喜地道 你醒了 你总算是醒了 你这号车一晚 一下就是七天时间啊 你有没有谱啊 霍雨昊怯然道 抱歉啊 进入修炼状态后 我自己也没办法主动停下来 等我清醒过来的时候 就已经是这个时候了 南秋秋心中暗想 人家想要进入深度冥想一次 不知道要多么困难 这家伙 却是随时随地 似乎都能进入深度冥想似的 真是 人必人 气死人呐 行了 醒了就好 怎么样 有什么收获 那就好 说起来 上次谢谢你咯 好 感谢观看